台北市恢复实施U-Bike租借前30分钟免费措施的第一天 台北市长蒋万安来到捷运大安站出口 巡视微笑单车的使用情况 现场单车可说使用率相当的频繁密集 交通局也赶紧出动人员调派单车 依民众无车可借的窘迹 想比如说今天我们来的大安站 这边在过去大概建车率是81% 但是在今年2月我们增加车辆之后 来到87% 当然我们目标是在90%以上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精进 包括调派人力进行的应变 和调度的优化 蒋市长指出 针对U-Bike前30分钟免费第一天的营运情况 当中发生借不到车或是无车可停等缺失 都将以专案检讨的方式 加速单车的使用及调度 那我们主要看早上6点到早上11点左右 就是比较上班间中时间 那整个的建车率也都还是维持在九成 所以这个部分我想我们怎么样针对特别 因为这处较高使用量较大的站点 我们即刻做整个调度的优化 事实上U-Bike前30分钟免费 是当时蒋万安竞选台北市长的证件 如今兑换承诺开始实施 也承诺在今年将增加6000辆的U-Bike 并扩增站点符合民众租界的需求 记者刘德鱼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